大家好, 現在是2月6號的9點15分 今早9點不夠就已經有了排位了 又是要給一個讚碼會, 做得越來越好 未來的星期三日的賽事還很難 我估計是比較難追 未來的星期三日的天氣也是正常 天情, 星期三日多雲, 應該沒有預 溫度方面, 晚上也是20度左右 也是挺暖的 也是正常的, 也是很好跑馬的日子 和大家看看第一場五班1650米 頭場五班1650米, 這場馬有報速 正常一點, 超級黃蜂, 創建群鷹, 這些都是快的 這個馬東風1號, 暫時還解釋不到為何那場馬贏得到 都很神奇, 超級1那種很少可以贏到1400米打上 而他贏馬那場也是在前面賺到 上一班後完全不夠跑 那場馬又跑完一鋪成名無敵精英 好像很厲害, 但之後完全沒有表現 輝哥馬房的馬, 爆完那場懶後就完全不行 下來的五班當然是惡 但我真的不太喜歡這隻馬, 坦白說 二鋪馬一鋪成名, 贏完馬後就混吉了兩場 很隨便地跑, 留後跑也好, 什麼都好 今次就換了報紋 殺一檔, 不是何澤耀, 不是蘇小斐用報紋 會不會這場博的, 這場馬評分很有優勢 我覺得這些馬三四重彩要長期拖 但不要做馬膽, 排什麼檔都好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按鍵, 排殺一檔 希望忍著追到位置 三號馬幸運飛彈, 之前看到他試襲不算很頑 但是陣上跑, 季內跑五次, 全部都輸了 五次都是排十一檔, 今次排回好檔 會不會這次可以完全有不同的表現呢 不排除, 因為始終落斑, 排回好檔 不留那麼厚, 行不行呢 我覺得可能如果他守到三四位的話 有個驚喜 但近跡來說, 覺得這隻馬不按課門 所以我在頭五五選都選不到他 放了一鋪成名比他先, 但是我四重彩腳的選擇 因為這隻馬有班底 四日馬噴火龍, 苗里德馬房 馬房弱勢 剛剛起五班, 排他一檔 省著回來第二名, 不算特別的 被捷步走掉了 但也排完帝猴大師和美麗新星 美麗新星之後上名, 帝猴大師之後贏馬 所以這方面是信得過的 所以他這次排二檔守好位跑 希望能夠贏到馬, 鬥翅是名的 五號馬, 超級黃蜂 一直都說他上季的第四位置不厲害 那年初出那場跑去第四位呢 那場馬是厲害的, 那場快時間 快捕捉他在前面走回來 跑完一隻日輝王和噴火龍 即是僅僅輸給噴火龍和日輝王 跑完威進區 那場方馬其實是厲害的 但不知為何連續幾場 連續四場完全跑不出水準 現在五班再過來跑1650米 真的不敢說他會考成怎樣 因為好像矯了一隻馬 完全不肯前置 沒有了速度, 不想走 我選不到他 八彩六號馬 Ocean Park 就是初戴眼罩 再看看他在試集有沒有戴眼罩 最近戴眼罩 八彩 搶出來放回來OK 好了一點 但這場馬, 大家下午爭情上來跑 可以嗎 血統上可以的 但減5分的馬我真的選不到 他要近一點給我看才行 即是如果你說選 我寧願減無敵精英 因為這場馬 35分當然沒有好處 他在29分贏馬 貴族跑了十幾場 但長場都很近 不輸得不遠 體力一直都能保持到 而且還未算馬 這次用忠逸禮減10磅 排12檔會幫到手 要先前一點跑 不要留到包尾跑 這些馬是長期適合的 雖然選不到在貼紙上 但是長期適合 四重賽一定要拖 如果投注四重賽的朋友 八彩馬創建群 其實四班的時候 都已經看到他很近 狀態不錯 但偏偏輸了七場 上場排了一檔 回來也是一般 但這場馬 因為對手實在太弱 而且他排了七檔 他很大可能 可以放在前面 守住好位去賺 這場馬 我猜是賺的馬 比留住好位去跑的馬 所以我就放回第四選 我只是拼他跟前面走 位置邊線馬 九號馬這場馬 有捕捉的 不知道他會不會 像傻子一樣 像傻子一樣 流到入籍路的時候 才發力 這場馬 前一場贏馬 發揮得很好 彎位踩就贏 早點踩就行 他不是留到包尾 或是留到七八九位 最後一場馬 最後一場馬 這場馬 很有趣 本身不是很厲害 但經常跟人鬥最後一場 是追不及 讓其他力量 是追得近的 用來揚詠麟 看看有什麼指示 如果他能夠 用回贏馬的發揮 彎位踩右 他可以贏得 十號馬 穿翹飛到 九歲老馬 完全沒有進展 減兩分的馬 我經常都說 減兩分 短期內 考考同一路程 沒有轉馬房 沒有轉配備 沒有轉場地 沒有上學班 應該比較難 1月4日 一個月之後再跑 最近試了一課集 不是 只是神課 狀態只能保持 選不到他 億擇千金 完全未適應過香港馬 五分 選不到他 十二號馬 獵護者威 我想一隻不太厲害的馬 第一 但是他在五班 桂麗跑了七場 上場跑過千百米 均速回來也很近 這次跑了一檔 我只是把他均速回來 跑到位置 因為這些馬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 同組 沒有加減分的馬 一隻、兩隻、三隻 只有三隻馬 沒有加減分 三隻馬都要選 雖然減分了兩分 爬過一檔 可以撐過三、四重彩腳 後面馬方面 嬌陽和劍力鋒 兩隻馬都是一般的 看完制馬之後 一鋪成名 限於拖邊線腳 幸運飛彈也是 超級黃蜂 八彩 無敵精英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 就是四重彩腳 如果好少少明顯地 近方比較好 會是噴火龍 創建群英 是很肯定的位置馬 聶湖者偉也是位置馬 捷步有權贏 能夠爭取贏的 會是噴火龍和捷步 算下去 他不用放頭 接著是好位跑 第二場 四班千八米 剛才也想了一陣 這場馬 因為 好像只有線路清 會不會只有他那隻快呢 一號馬 這隻鑽石複星 下四班算是惡 用嘉莉排十二檔 貴大初出的場 用嘉莉贏馬 56分 那場馬是很慢步速 賺回來的 上三班完全不夠跑 是合理 猜到 現在減了兩分 下班 近方上 我覺得他好像 不是最好的時候 其實他贏馬的時候 也不是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少少少少 擔心他現在 可能還要減下分 但是 如果你投注四重彩 一定要拖一隻 因為是前置的 二號馬 水箭歸苗 你得馬房 似乎是配合而來的 似乎是霍尼士的舊馬 似乎是上薄的 但是 歸內他的表現 一般 剛剛跑到2200米 追來他也不算很強的小 復貨 陳嘉禧沒了貨 但就不覺得很特別 最主要是不覺得很特別 如果你說用佛宏星 可能會覺得 鬥刺鮮明一點 但用陳嘉禧 我又不是很擔心 我又不是很擔心 他會突然跑得好 人弱 那馬就近方一般 所以他主要是近方一般 三號馬 這隻是聶景崔飛 始終這隻馬是很健康 很銳 你見到他 之前贏兩場 用布民和潘頓 剛剛跑了1650米 我也特別說 這隻馬要跑1800米 1600米是嚴短的 回到來他可以頂得住 長華孝寬和爆谷 輸給狗狗為公 那隻很健康 回到來他也不算頑皮 跑1800米更加適合 應該是馬膽 馬喜田心聲 用希威心 希威心夾 希斯雜時還沒有表現 但你見到他之前試襲也不肯走 所以上場輸很合理 狀態不夠 馬仲寬 我之前說過一次 1650米OK 1800米少少少少 輕微擔心 但對收拾力太弱了 上場跑田草回來 都肯追 雖然輸得很遠 被長龍再現 回到來他也輸給彈球快活 但見到他 起碼還沒有掌握 至少有些田草級數 但1800米真的是 稍稍嚴長 不過沒有選擇 在下肯定選擇 第四選 路馬彈球快活 Pierre的馬 用潘頓 剛剛跑輸2200米嚴長 我之前也說過 他在四班谷草 1650米1800米 應該是可以爭下位置 贏就難 他不是一隻那麼長的馬 但他是1600-1600馬 能夠跟著好位跑 用潘頓 我想是一隻熱門 但不能飛的位置馬 七號馬 線路青鷹排五檔 我仍然在想 他之前贏的兩場馬有多厲害 贏完馬之後 完全沒有再回來 跑過谷草的1800米 他跑了四次 這路程 兩個勝利 但他現在的平均會不會浪呢 因為他贏馬那場 他跑了一檔 賺光了 緊緊贏得金斯大勝利 精彩非凡 越風雲 當然那些馬 能夠在四班實力分子 但那時現在是10磅 現在是13磅 他能不能夠賺到尾 我有少少懷疑 但我會建議 尤其是四龍掌 一定要拖票 而槍勇士 贏完馬之後 整個馬都不同了 贏完一場 在內蘭 壓實了 追上來的勢力很好 但之後連續幾場 都跑不出水準 最近期試襲 好一點 他是有一點追勢 但千百萬日度 我不懷疑 這個評分 少少懷疑 主要排殺一檔 所以 我就寧願不選他 反而這隻九號馬 龍船快 威哥次入馬配合而來 前那場贏馬 很棒 那便菊草 他跑了田草 完全不行 一跑菊草就贏 但那場是五班 那場馬 他贏下去 也有點說服力 贏仲德威 但是他很厚地追上來 一口氣和你追 都趕過了 今次我預計他的跑法 都差不多 神科每天都看到了 都是拿出來跑一下 跑一下 盡量追到多少 最重要就是馬 防止力入馬配合而來 所以我就放回第二選 我覺得這隻馬 始終是綁輕 而且他的狀態上 都好過其他馬 例如右翔其成 近方一般的 排在四檔 減兩分 我想他積極一點 減幾分 下班會好一點 他好像在四班 一般 上季在四班 贏馬上很快 但他慢時間 今年我猜難一點 要減一下分才行 11號馬 這隻叫做首飾大亨 你見到他跑了七場 只有位置 那個位置很差 姿勢力也不好 減三分 還要減一下分 12號馬 這隻一鋪到位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是想減分的 希望他正正經經地 減兩分下班 但他在田草 一千百米 常常追 一段仔 很明顯 他現在力水上 好像不夠 他最後的 就是差了一點力 但是 偏偏過來 谷草 一檔 他可能在內 省省了 做一個慢步速比 所以我覺得他適合跑 所以我因為這個原因 放回第五選 但真的拖腳 在田草的兩場 看到他的力量 不夠 後面買了兩隻 昆蟲猴王 和綠燈 綠燈要減分 落斑跑泥地的1650米 千百米不到 昆蟲猴王 應該還未得 看完小馬之後 穩膽應該是獵景追飛 腳方面很多 中寬笑 彈球快活 龍船快 這些夾眼簡 甚至一鋪到位都夾眼簡 再看下去 鑽石福星和水箭龜 我覺得水箭龜好一點 其他馬還有一隻 線路青鷹 如果前置 看看可不可以 偷到雞 又是四重手要拖 另外還有一隻 四重手要拖 而春勇士 不過選擇三隻 大膽都很難選擇 選擇三隻 去做膽拖 去省住很難 聶景追飛一定是熱門 所以這場馬好像 馬寶 Winpay 馬膽 只是聶景追飛 但腳實在太多了 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好像單Q 死Q 感覺上 補足方面應該會正常 因為馬這隻 電路10號 上次排過第二名 時間方面 1分10秒32 他在前面賺 輸給健康生能沒辦法 太陽拍檔 風中靜重 OK 但那場馬是排1檔 今次排11檔 今次難了 跟前也好 應該比較難 我一看是為字馬 以後馬虎高八斗 用賀明蓮 之前比阿牧 還剷到 跑到第三名 但之後再跑梁家俊 都完全加不出那個水準 暫時來說 好像死路成1000馬 12米不到 以前 今次 就過來跑12米 用賀明蓮 八檔留著來剷 這些馬 隨時突然上名 因為明顯有能力 但12米真的不太到 反而是3號馬 達德嬌 又是馬房 拼得很盡 但還未交代 1650米拉長了 他捱到 他有少少能力 但每次爆下去 都不夠人勁 12米是稍稍嚴短 追下去每次近 14米 田草又不夠級數 剛剛我才輸很遠 所以現在就過來贏馬路程 58分的分是浪 但狀態是不錯的 而且這次排了4檔 因為排了10檔 用巴度 又是流著來跑 可以跑到3、4重彩腳 但是邊線馬 來的 4號馬電信飛車 用了報紋 不知道是想擔飛還是怎樣 上場就完全 看到不夠跑 在中置位置分離數 沒有蝕 他要提升狀態一點 他要再進步一點 1月18號跑完之後 18號跑完之後 功夫照做 前天也跟他摸過一課 但我覺得狀態還不夠 跑過這個路程 剛剛輸完馬之後 減了2分的馬 我就減不了他下去了 5號馬進王寶 跑草地難一點 除非臨場大雨 但是減了3分的馬 讓他先跑回泥地 6號馬這隻 減了3分 又是近方一般的 剛剛用報紋也輸得遠 看不到有很大的轉變 在陣上看不到有起色 選不到他 計算一下 平分56分當然有好處 近方一般的 7號馬雅典武士 前一場已經看到他很大的轉變 這隻馬是可以贏的 結果回來 僅僅鬥輸了 僅僅鬥輸了 僅僅鬥輸給純金手包 純金手包上班都還可以 跑完隻美麗攻略 股狼精彩 也贏了馬的 綠姿 有紅利也贏了馬 我覺得 在這組中 是惡的 惡到暈 上一場抹了他 當沒跑過 最近的伏貨 潘頓跟他跑 潘頓跟他試走 試得非常輕鬆 很輕鬆 還要贏高班馬 過百分的馬 是厲害的 剛剛2月4日 這場的快跳 快試 這場很開 我覺得可以贏的 希望他正正常常 單Q 沙漿金剛 如果沙漿金剛 能夠交回最近的水準 前那場水準 跑了第三名 和大家特別看 輸給健康心靈 電視兄弟交代了 健康心靈 前四名 也在後面的終點 剛剛贏馬 很輕鬆 看著他們能聞能武 聖神威來跑 聖神威也贏了馬 所以這方面也是強的 時間和姿態都輕鬆 我覺得7日8日 內蕩 還要一放一追 兩隻馬都會惡得很厲害 第三選 不是第三選 第四選 我放一隻皮具大師 這隻Erab 就是初戴眼罩 大家也要猜 他到底有多厲害 但看到他在重化 這貨集 雖然跑包尾 但很輕鬆 他完全躲到緊緊緊 很慢的時間 但特別看之前的試集 他戴著眼罩 跑第二名 也是輕鬆的 總之他不算 很笨絕的馬 當然初出 不知道有多少 要贏 是非常難的 看來三都可能難 但是 要他跑回四中彩腳 不難 因為對手很差 我估計他可能收到中置位置 十號碼 英勇後王 十號碼 不是太短 不想了 十號碼 上蒲精選 這隻Tablerian 應該是 我估計他可能要遲些 給點時間 減掉三分落斑 還不太行 十二號碼精明用盡 不是一隻千二馬 千二馬 不夠快 騎下去也不可以 他在貴內 跑了第二名 以及跑了第四名 跑第四名 跑過千二米 是靠內蘭去賺 之前跑過1650米 靠萬補速 上季贏 在四十一分贏馬 又贏田草 看看會不會輸入今場 過去田草跑到1400米 但是看來 暫時在這個評分 在這個路程 很難起作用 後面馬方面 威力飛彈應該比較難 玉城精彩補出來 一定要拖 如果可以補出來的話 好了 看完細馬 單Q 我覺得是雅典武士先 比沙昌金剛 在近方 但是兩隻馬差不多能力 只是在練習一段 那 電路10號 沒有辦法不選擇 因為 起碼是 PP 以及減10磅 可以幫到手 使得難一點 難跑一點 希望鍾薏力 升一點 走出來走 守著三四位 不要留太後 再算下去 那些腳 皮具大師 我覺得這隻馬試襲 告訴我 這隻馬有些能力 希望這次初出 會跑到第四名 或是更好的名次 其他腳 沒辦法 我被捕著選擇 立特嬌先 那隻電信飛車 但是 真的是這幾隻馬跑 第四場 三百一千米 這場馬步速應該會快 起碼有隻 偉多福 一行馬這隻精彩用士 我選擇他一個原因 始終他的評分 80分 用陳佳希 低一點 陳佳希 但陳佳希也曾經在田草 跑過第三名 之前贏了萬步速 我贏完馬之後 都沒有評分優勢 但是跑三番賽 一千米 谷草也好 田草也好 當然是田草直路最好 但是如果跑谷草 他也有權欠四重彩腳 因為他排過好檔 跟前走就可以了 以後馬加州得力 明顯是有評分優勢 上場跑了一千米 排了一檔 會不會堵塞 會不會追不折 結果 在預期他可能會堵塞 可能會成的情況之下 追上來追上去 勢勢很厲害 追近一隻靚蝦女 跑贏了後面那群馬 簡直是彈掉了 這次霍鴻星兩次都跑得不差 這次換了蔡明紹 和迪系騎士 希望騎士能夠開齋 上完之後 鬥志好鮮明 而且一隻馬明顯超班 三號馬 飛凡 本身現在是75分 沒有什麼評分特別優勢 但減了兩分 短期內不應該選擇 這隻馬 但對手實在太差勁了 太太太差勁了 上次他鬥下去不多 鬥下去是迫勤不到前面 但他也跑贏了華麗活力 那些馬 今次見不到華麗活力 還要找個華麗活力的馬 所以迫著選回第二選 沒辦法 減了兩分就沒辦法 因為這組馬 1 2 3 4 5 過半數的馬 減了兩分 都要選回他 沒辦法 四號馬英雄豪邁 我又被迫著選擇 把他跑到第五選 他贏了馬一場 的水準當然好 時間快 但贏了馬之後兩場 好像沒有進展 曾情先而美也不太好 本身他的形狀 都是三班馬 贏了馬 拿了特別獎金 現在1月4日跑完了 沒有減分 但在這組裡應該難贏 對手很強 最多是四重採腳 對手差勁 情況之下排外檔 都肯定選回他 五號馬八心之威 用喜威心 鬥志當然鮮明 其實連合作 很強 數據強 人馬合作也很好 但現階段排千位 好像有點速速 郭Sir這隻馬不夠以前 不是以前那麼快 而且他最近跑完之後 明顯看到這隻馬不是以前那隻 排一個九檔 難一點 看看會否頂住英雄套馬 對手差勁 對手差勁 路過馬天火同仁 我選了沒有馬好選 我選了馬防馬首選 先過馬八心之威 但你見到他 跑了三場都一般 但我為何選回他 原因是純粹是因為 看到他的閘子 其實不算很差 前快後平 還沒復救官 但是我會抹掉他 但之前看到他 他狀態是不錯 他曾經說過他應該是有狀態 但我這隻馬真的肯定減回 四重彩腳 純粹拼他 守著他二、三位 看看能否捱到四重彩腳 七龍馬 正算威 狀態好像有少少瑕疵 季度跑三次 都是沒有水準的 追不到的 會不會減完三分落斤 RICH ENOUGH這個種 不會進步 很少可 四歲重進步 上季贏了三場 都交代了 看看會不會減完三分落斤 這隻馬真是文化的 偉多福 沒有選他 選了兩分 盡情跑一千位 放出來 散了 會不會這次排了一個好少少的檔 排了五檔 可以放得輕鬆一點 回到來 但有很多快馬 雖然夠快 但捱不捱到尾 有少許覺得他很矯矯的 減完這兩分落斤 好一點 希望正經地減完他 領財 用中逸禮 107磅 排個二檔 在前面走 會不會這次偷到雞 我想難一點吧 用中逸禮 放 豆拉斯 通常都差一點 三班完全未接近 我想難一點 正經地減完兩分 好一點 深花放落斤 才算 未得的 剛才都說明了 七八九十 我只是選不下 如果是夾玩選 即是七八 清選威 狀態一般 偏多一幅放出來 我在他和一隻 英雄豪馬之間選 我選了一隻 英雄豪馬沒有要到他 但兩隻馬都差不多機會 甚至天火和人都一樣 精彩勇士 也是夾玩選 因為沒有馬好選 對手實在太差了 加州得力和非分 前面有多塊馬 只要不是一個 完全沒得追的偏差 我覺得又是單Q 正常來說 應該是熱門的 第五場 四班的1000米 這場馬 快馬亦是多的 英雄馬這隻 威妙星 平均沒有優勢 用王進 減5磅幫幫手 這隻馬是貴奈 用潘頓就贏了馬 贏得挺辛苦的 再跑再出都不行 贏了電腦7號 算你多賽 水準不差 1月4號之後 沒有再跑 儲體力 在這組裡 不是最快的那隻 最主要是 我是擔心這件事 但如果計馬 我覺得 純粹計馬 是三四重賽 一定要拖的馬 但他不是最快的那隻 所以 我怕他被人頂在二碟 甚至是留著來追 我怕他追不及 對手強 這場馬 二號馬 這隻是風流人物 我玩了第二選擇 純粹因為 金管這隻馬的狀態 已經做好很久了 很久了 上場也不知道跑了什麼 回來不是輸得很遠 表現不算好 但你可以看到他上季 在谷草一千米 也跑過第二名 那場馬 亦跑得很好 但我仍然堅持 一千馬 不是一千二馬 一千二馬 一千二馬之後 雖然跑得更近 那場馬是萬步速 他只能追得到 但他跑了一千米 其實很有水準 這次還有報紋 應該是適合他跑的 因為這次有步速 忍著來爆了一段 應該可以爭一下Q William這樣說 三馬馬胡椒君曹 近方不是最好的時候 見到他跟前回來也不多 上場跑的泥地完全散了 貴乃都打了七場 狀態我覺得不是最好的時候 是這麼多 我擺不到他 是首五選 但是第六選 飛人機 上場初出 如果跑好一點 應該有Q 可惜 排下七度 回來 騎下去就差一點 給他快一步 他也跑了一隻胡椒君曹 但不算很特別 他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但很小的馬 只有九百多磅 只是擔心這件事 只要排十二多 所以擺回第四選 怕他追不及 因為多快馬 應該留後跑 五號馬 藍俱旺 這隻是Diffy 我兒子 用潘頓 應該是熱門 這隻 因為最近騎士貨集 很輕鬆 快時間地贏 但他跟萬眾開心 時間差不多回來 但很輕鬆回來 直馬應該是很快 有能力 偏偏被他收拾了十一檔 又是與其 會跟前 被人頂在外面 因為電腦七號 這場馬 也是由電腦七號主載 看看會頂幾隻出去 拖腳好像比較穩 跟飛行棋一樣 六號馬長髮 很久沒見這件衣服 最近還有一個南區保視集 回來騎下去 要騎得緊要 我覺得狀態還未夠 電子宇宙 我反而選擇行頭 為什麼呢 這隻馬排四檔 中逆禮 如果沒有記錯 我當時建議朋友買這隻馬 南區王在這組 長髮在這組 跟大家看看這部集 同時我再講一下背景資料 我跟朋友說 這隻馬試得不錯 真的試得不錯 但我一問下去之後 我決定不買 它起步的時候 不太順 南區王它起步很順 現在是藍環罩 在這位置 神速馬車長髮 這是南區王 放得很輕鬆 這隻就是電子宇宙 快感 當時看到它的外地試 寫得很好 如果沒有記錯 這隻是Super One 因為阿文家良買了 偏小顆 一千磅都不夠 但我說來到香港 跑四班 很快就搞定 這麼小顆 很快就粗起 你看看它 很快 很輕鬆跟上來了 因為中段萬步速 然後長髮 在外面 去兩隻馬之間 兩隻馬之間 去走 南區王在前面 在馬嵐之間 沒有加速 在馬嵐後面躲 但是 去到最後這些位置 人家每隻馬要騎 當然前面一隻沒有騎 它也是鬆著鬆著 一隻馬自己飆上來 很輕鬆 看看魚犀 它起步慢一慢 你看魚犀不差 會追上來的 我一直都說 這隻馬是四班 真的有競爭力 三班可能有 但是 就 很小顆 小顆 小顆 只是怕這個 之前試走也 都是騎下去 才行走 我覺得這樣 初起階段 和南區王也是 帶一排四檔 起步順暢 手上二三位 這隻會有些藍本 好分的 所以希望 阿中逸禮騎得好一點 這隻四班 是壞贏的馬 起中起 這個馬房 Dissident 十檔應該難一點 不仔細看 坦白說 算了 照看完 我覺得這個馬房的PPG 都要小心點 好 起中起 省位追 剛剛的時間 比南區王還要早一點 你說行不行 可能好轉緊 但是排個十檔難一點 九個馬電路7號 這隻不用終翼禮 不用終翼禮 就不害怕 這隻馬 放了出來 最後一百二百米 是自己停的 這隻馬是自己的問題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走 所以長期都要拖著腳 這隻馬 投注四龍彩 或MT 這隻馬上要長期拖著腳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停 他可能突然間不停 十五馬天分高 前一場快放回來 我臨場也說 他不是賺的 他不是虧的 他雖然是捕捉快 但他不算是很瘋的 第二樣是 那是離前置偏差 他跑第五名 那隻財進 之後也不可以 所以那場馬 抹了他 一千米不夠快 所以難度很高 十一號馬 這隻很幸運 減三分 跑不回 一千米嚴短 不夠快 十二號馬 這隻是誠心所願 他是一千二馬 還有五班馬 跑四班都不夠跑 他要跑一千米 下班更好 後面馬方面 上轎一次不夠快 心想事成 如果撿到內蕩 就可以了 內蕩才行 好了 看完細馬了 威妙青 胡椒君曹 電路七號 我都是歸納同一類 可憎欠穩的馬 還要是四重彩腳 如果是三重彩腳 我會是風流人物 飛行棋 一隻馬是喉追 一隻飛行棋是十二檔 但兩隻馬都會拖回 因為南驅王和電子宇宙 很明顯兩隻馬都會選擇 但我放在風流人物 先過就是南驅王 一個原因 因為我有排檔 我真的怕南驅王 被人全程頂在外面 他爭跑的時候 應該不夠電路七號快 如果電路七號夠快 裡面還有一隻馬 如果電子宇宙頂住 他就會全程三疊 是怕這件事 第六場 三班千二米 這場馬的步速方面 應該會正常至偏快 都要爭一下 桃花勝和越晉之幾 兩隻馬都是 現在在八萬挑戰賽中 好像在排二三位 總之要爭 贏了馬之後 可以 柔文柔武 一號馬這隻 桃花勝 用了何宅堯 剛剛也用了何宅堯 起步又搖一搖 之後回來 你看看他的勢 你又會覺得 怎麼可以不選擇 84分可以跑場 三班賽 真是好處 他慢了一閘 回到直率 是沒有騎過的 追純率很厲害 很輕鬆地跑近的 完全沒有跑過 這隻馬太健康 太銳了 這隻馬我覺得 這次跑三檔 跟著好位跑 起步順利的話 應該可以再贏 這隻馬太銳了 仍然很銳 二號馬勁才 這隻馬 我沒有選到貼士 原因是 雖然贏了那場田草 之後上班是不夠跑的 而這場田草 他緊緊贏 白露高超 美麗小星 因為小星跑田草 不是很厲害 那場馬 還要維港智良 放出來後 不知為何會停 他緊緊贏 我覺得那場馬的水準 有一點輕微懷疑 而且這馬很飄忽 82分 其實這是二班評分 跑場這樣假三班 這組未必是好處 我是想這件事 三個馬勒美麗小星 我始終放在貼士裏面 雖然他跑田草 上場是沒有的 但你看他之前贏的谷草 表現 是很有說服力的 這次用潘頓 不是田達岸 我想他可以在這裏 可以爭Q 回貨之後 正常常 沒有什麼 基本上狀態 已經足夠草體力為主 他這個評分 仍然還有得爭 但是排十當 希望他能夠跑到位置 四個馬 越進之幾 反而 上次排了一個十一當 害一害他 但回來追下去有勢 那場馬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 晶晶排出來 真的解釋不到 完全解釋不到 那場方向 看到他回來 在這裏 1號馬 1號馬 越進之幾 在哪裏 放進去 難度 是嗎 是嗎 是這裏 是這裏 回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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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之後回到這裏 不算很多 評分上有一點見進 而且我經常都覺得這裏 跑長一點點 排一個四檔 希望他能夠跟著好位置 跟著好一點點的位置 他有權撐到一個Q 純粹因為他朋友的檔 可以跟前一點點 5號馬 中逆禮 排一檔 排一檔幫到手 但用中逆禮 又幫不到手 這隻馬很難騎 很難發揮 我硬是覺得他省不起 80分當然是沒有好處 但減10磅他便有好處 變成70分 純粹因為這個原因 放回第五選擇 是因為他減了10磅 計狀態是OK的 評分沒有優勢 亦都難騎 中逆禮 但排一檔 每個馬快波 12米鹽短 減分 要減一下分 不知何時才按下 這隻馬 有分在手的馬 七日馬美麗在後 排在八檔 之前也說過這個馬不厲害 他贏了三班 那場馬12米 他好像贏得很輕鬆 但減了分後 就完全不夠跑 我之前說過 三班馬 在香港之後 就是最厲害的這場 第二名 第三名 黃飛鷹已經退役了 只有梁花寬藤 那場馬去銳 那場馬去銳 野馬 用潘頓和野馬 說完了 沒有特別的事情 這次不是潘頓和梁家駿 留著來跑 也應該不夠 1,2,3,4,5跑 八號馬才才 解釋不到 初出那場野馬 可以說評分 六眼分有一點微理 跑完加州一寶 彈出後面 那場馬是厲害的 其實他是跑輸 跑第二 之後兩場都是近而沒什麼威脅 他就是因為評分沒什麼優勢 這次他狀態當然可以 但排他11檔 鬥志鮮明也沒用 好像昨天的大財 那樣 留得到包尾追 不及 反而這隻9號馬 量化寬藤 排了7檔 你見到他70分 沒什麼特別的優勢 但他跟前跑 隨時可以捱到位置 就是這些3、4重在腳 這類型的馬 他排了7檔 可以頂住美麗少星一會 所以這隻馬 我排最順 就先捱美麗少星 修羅馬超音樹 好像填草好過菊草 甚至泥地好一些 剛剛那場馬 都追上去不算很多 12月24日 雖然似是配合那隻 超音樹 剛才那隻閃電 就是 苗麗德那隻 水箭龜 雖然是配合而來的 一同系馬 但這隻馬好像 操不起 但不知為何 他試襲也試得很好 但真跑的時候 不知為何 這隻馬是很難計算的 雖然馬防智有馬配合而來 而且那些又填了級數 但贏馬的時候是65分 上季上季是74分 也輸得很遠 今年72分也很近 這個68分應該是有水位 但這次對手很強 我希望他正正經經的減多幾分 再去填草千 才爭 11號馬 星雲號 藤立Berlado 這隻是紐西蘭馬來的 葉莊和馬房 最近試了一課閘 竟然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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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著跑 很好走勢 很好走勢 這個眼罩幫到手 很明顯幫到手 有時間給大家看看 我也覺得 為什麼我記得這隻馬 為什麼可以從內蘭捐上來 明顯進步了 現在是包美的 步速不快 時間不快 你看看 最後 從內蘭捐上來 省掉了 每隻馬都騎得很厲害 23秒9 不斷 每隻馬騎的 是前面那隻 港南福祥沒有騎 但他按著 在內蘭捐上來 捉得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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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希望他靜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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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星雲浩藤才才去選擇,因為排檔關係 我就選擇了自然輝煌,就沒有選星雲浩藤 因為要鼓,還有才才一排十一檔也比較難跑 第七場,一班1650米,保然得得 如果贏到馬就確保得到特別獎金 但這次對手很強 一號馬這個柏林湯,對手... 對手... 部速方面,我想會正常接偏慢 這場馬,因為只有閃城部區快一點 因為馬說林探哥,1650米真的嫌短 但他都會爆一段上來 剛剛之前,千百米追得厲害,但只有這麼多 千百米雖然贏過馬,但很自快 那場馬的步速也算正常 但這場馬的步速會偏慢 我怕他真的不適合追 他贏的那場是喜盡區 還有大眾開心,那兩隻馬當時也不按照 這場的對手比較強,而且他加了分,加了100分 現在是比較尷尬的 他跑1,800至2,000 甚至2,400米我會相信 但是跑1,600米,1650米 用步運,我怕他真的追不赤 二號馬,街運財 如果不是加利的話會怕 但用加利就真的不太害怕 他跑谷槽1,600米也應該沒問題 之前他在二班 都返來僅僅輸給那場馬 那場馬他賺光了 都輸的 究竟有多厲害呢? 我覺得有點見頂了 好像沒有再進步了 希斯也有幾隻九十幾分的馬 他的PPG也是這樣 但現在上不了頂班 但是這隻就有少少輕微的 覺得好像難了一些內容的加利 三號馬超好日子 前一場跑第五名以為復蘇 上一場1,800米也有拖反他 回來均速了些 好像告訴我 評分仍然需要減一下 還未有好處 四號馬這隻包廠智慧上場 我也說嚴短 1400米 但是也有少少追勢 遇勢不太強 真的要增情 而大前章 用馬雅這場 他就完全沒有跑過 可以看看一先生 包裝大獎 包裝大獎 包裝大獎入直路的時候 是很早就忘空了 包裝大獎在這裏 這次包裝智慧 二號馬包裝智慧 二號馬包裝智慧 他就在後面 走進去 人家全程看空島 現在還未看空島 馬林之間 他不太爭速 通常都打下去 沒有打錯 沒有騎到 試過一百米 所以我覺得這次 用何宅堯 剛去跑 大外一氣地追 看法費 菊草 我覺得能夠適應 跑一次而已 但是一隊同主馬 一隊包裝系 那隻用潘頓 沒理由不擺那隻走投 潘頓有話選擇 他不選其他 選擇這隻 上場是三級賽 一月盃跑到第二名 頂住同州共濟 路路省 輸給發財先� 沒辦法 但是這隻馬能夠前置 排四檔也很好跑 馬膽應該 六個馬潛勝寶區 我經常都說 草地是OK的 但是偏偏大前仗 那場有1400米的草地 不放 流出來跑 就輸了 現在的評分93分 真的很浪 沒有辦法 草地 雖然能夠前置 我都選不到 七六馬 美麗再先 應該選這隻走投 始終是Shameless Award 也是和巴掌大獎一樣 但是上場 他雖然贏馬 潘頓不選這隻跑 就選了巴掌大獎 他跑贏了 健康快區 和街頭十大 健康快區 剛剛在三級賽中 爆到第二名 都是出色的 贏馬 贏得輕鬆的 但是贏了馬之後 我之前在初出的時候 都說這隻 二班 九十分的千六馬 沒說錯 在初出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但是現在到九十分 我已經抱過觀望的態度 我有點擔心他的評分 會不會有一點嚴朗 用梁家俊 大家騎下去追成怎樣 經他流後了一格 但是這隻馬 是正式的 但是 拖腳安全一點 我覺得他九十分 已經有點浪浪的 巴掌馬 很好心得 跑泥地會比跑草地 當然跑草地都可以 都能夠追得近 因為正式的 我猜他這次 因為前置會近 但是近 未必夠贏 三重彩 四重彩 要拖腳 但只限於拖三重彩 腳 應該不到他搶 因為 起進區 排十檔 但是這場馬沒有補足 這隻馬 有一樣東西 就是他彎位會跑 彎位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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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都到的馬 如果他被他按萬 不要緊 他在六百米 七百米的時候 在外碟 這些馬 有權偷雞 要偷雞 但他之前的金錢還可以 這隻馬 雖然排十檔 但不要劃死他 機會應該在好好的心得之上 十個馬 大眾開心 排上一檔 害一害他 如果不是一檔 我可能會找他走 原因是上場 看到他的馬 復甦了一點點 這月爆後 沒有再跑 沒有再試襲 但看到他的馬 復甦了 我就覺得 這隻馬 跑得回前季的水準 不是上季水準 跑得回前季水準 在二班仍然有力 但是近方告訴我 他初出那場 就跑到第二名 那第二名 回來 就輸給柏林探哥 可能不夠氣 再出就不行 優後 再跑多一場 就跑到第四名 不算很差 均速回來 不是輸得很遠 就被潛勝寶區 對馬 不算輸得很遠 但是 太飄忽了 還要排上一檔 我怕全程外跌 不自己放 就玩完了 守一殼馬 這隻保然德 都排了一檔 我怕他堵塞 但這馬仍然是很健康 桂萊贏了三場 三運兩匹 上場跑到第三 馬嵐之間回來 那天不能追 用楊明倫輕放 當沒跑過 贏了就有特別獎金 有多8萬 鬥之一 應該很鮮明 但是排一檔 沒有部速 怕他堵塞 所以放到第三選 在完整馬 一隊包裝 沒有分線後 包裝大獎 包裝智慧 一隊 擺平薄 所以 先走頭 美尼再先 放在第四選 其實這隻馬 我純粹怕他平分 和人弱 保然德德 排一檔是怕堵塞 但是這隻馬很銳 還有得爭 但是要贏馬就比較難 第五選 我選了一隻喜盡區 就沒有選過 很好心得 第八場 一班千二米 這場馬最麻煩的是 很多一千米馬 死路程一千米馬 比如標知智能 一千米可以 一千米可以 一千米捱的 近方一般的 排十二檔難跑的 二號馬 精靈勇士 排十一檔 未必夠快 切得上去 切得上去也好 都會用力很多 排十一檔難跑的 這隻馬 以前一千米是特別厲害的 捱回來的 但是看到他上一場 跑了一千米 都捱不到尾 那場馬 不知為何他有外蘭 不捱到外蘭 被捐了上來 不過捱 我只要去跑前四名 很好分的 99倍 終於是詩集 很輕鬆的 很輕鬆 回來 試乘千米 沒問題 真跑有問題 所以 我擱不到貼紙 三號馬 緊張大師 一千米 四道程馬 暫時也是 一千米 輸過兩次 跑過三級賽 那場馬是利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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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捱到回來 但是 這場馬 所以沒有放到貼紙 我怕他放回來 捱不到尾 這場馬 應該很快 四號馬 時時滿意 因為他排二檔 雖然 人弱 但是 既然 既然 兩次都會有位置 有個Q 會不會減十磅 好手 跑一千米 現在不夠快 跑一千米 排二檔 起步之後 守住在一磅座位置 猜他 會賺 因為這場馬很快 可以爭位置 進馬風賽 什麼步速都好 這場馬上場過 第二名是厲害 魚勢很強 跑回贏馬路程 1200米 跑兩次 這場馬 在今季 上季 跑這個路程 三個WIN 所以這個路程 是很適合他跑的 但我始終還是覺得 他跑長一點 會好一點 但是這場馬多快馬 守住五六位 很好追 應該是贏得馬的 六號馬 鄭志騰雲 也是一隻 1200米 以前好過 但是近來 轉了馬房 跑了千米 比1200米 我怕他不夠分 不夠能力 在這場爭位置 雖然他夠健康 但是我怕他真的 一般 不是一般 現在的評分 一般 七號馬 平靠他歡聲 贏完馬之後 到95分 都突破了 以前的評分 高位 但是他能夠用 這些馬 而且 這麼長 他排過十檔 可以頂住 標知智能和精靈勇士 只是裡面的一隻 近春大師比他快 所以如果他肯 打出來走 他有權 守住三四位 二疊位置 希望他 因為他夠氣 1200米 所以我希望他夠銳 這些馬是1000馬 希望他能夠捱到位置 希望那些馬 散了 放得快的話 八號馬 暖在你身 馬房雖然有馬配合而來 但是更方一般 要減一下分 九號馬 齊齊有福 跟剛才那隻 蘋果歡聲的理論一樣 多塊馬 他沒有評分優勢 二班 只差位置 但是因為 就是多塊馬 而且那些全是1000位馬 他有權追到 一直 第二三名 他之前 輸給一隻 進馬風彩 他也是這樣 跑贏 蘋果歡聲 就是這樣 就是忍住忍住 爆了一段 有權 可以回到Q 我只會拼 這件事 三紅彩 我把蘋果歡聲 拼回這條三紅彩 因為三竹馬 都是1200馬 其他都是1000馬 所以我平常 最近的試集 好像 明顯地有問題 就是 要騎的 不喜歡 那部閘 11號馬 和氣生財 減完7分 落班線 跑贏1000位 12號馬 星耀王者 已經好一點 上一場跑 泥地抹掉 前一場跑 1000位 他有追勢 在外蘭 輸給庚县 但在外蘭 起碼肯追回馬 追上來是OK的 好很多 起碼肯走 最主要是這隻馬 肯走 最近的試博集 不算好 稍好 但不算好 我覺得可以再好一點 不過在這裏 多快馬 他也是可以追到 直四龍彩腳 後面馬方面 幸運有利 沒到出來的 又是要拖 因為是後追馬 不是前置馬 剛才說了 除非是一個好利前置偏差 如果是2號3號 我真的未必可以選到 如果要勉強選 我也是選擇3號 因為是報紋 和千賢物 證明多於精靈勇士 但是贏馬方面 我也是盡馬風彩 真的很好跑 在這裏 腳方面 平靠寬聲 十檔 但我覺得他在這裏 如果能夠收到 2碟 第3、4位 他可以賺 之後再說 一些齊齊有福 忍著來爆一段 鬥志鮮明的馬 可以爭位置 我再選擇 第四和第五選 我選了時時滿意 和星儀環 兩隻 都是千二米馬 我選擇一千米馬 就沒有選擇一千米的快馬 希望到時 不會有大利前置偏側 然後自己就促從 好了 尾場賽事 這場馬 好像很多馬 都沒有什麼上升空間 而安慾 我稍後 講一個評級出來 看看有沒有看錯 這場馬的報速 我猜是正常的 不會是很快的 因為馬幸福至上 84分 當然評分有優勢 但貴來初出 就要猜他究竟追多 而看他最近的試集 雖然被雅典路士這部集 按住 但之前他有一些集 頗肯走的 頗輕鬆的 頗輕鬆的 有能力 兩磅 四檔 我怕他重磅 初出 但他真的有班 我沒有放在貼士上 我選擇了勁區 因為我覺得勁區會比較冷 我覺得這場馬 都是四龍在腳 爆熱 我貼士上寫錯了 第五選應該是爆熱 第五選應該是爆熱 因為他始終有田祖的級數 他四歲 當市集有錢收 他爆發力很強 但是初跑 初跑谷草 十二檔 夜賽 留在下巴尾追 而這場馬 有些安宇 應該不夠贏 有權跑得到三三四四 但是拖腳比較穩 三號馬 安宇 應該是可以再贏 上場也贏得很輕鬆 這場馬根本是很健康 可以彈一隻黑濤火箭 黑濤火箭再出真些贏馬 這場馬 我會用哪隻馬來比喻呢 紅心威龍和極品絲綢 又在谷草贏上去 越跑越起 這隻馬 現在完全如逸方宗 81分可以給他跑一場賽事 拿夠分 這場馬會打給你 而且這場馬是前置馬 快慢任他自己控制 正常來說應該可以再贏馬 這場馬太好 太銳了 自力更生 四檔 四號馬排二檔 上場贏馬贏得辛苦 告訴我什麼 評分沒什麼優勢 上場贏銀進 贏馬 梟雄 不算很特別 回來鬥贏 要鬥 上場馬冒足 他鬥贏 正常冒足 這場 怎樣騎也好 只是位置馬 不夠安慾跑 五號馬最眼光 上場跑第六 好像有點倒退 初出兩場表現得很好 但之後完全 回應不到形狀 完全不是形狀 現在減到76分 當然 馬主當旺 鬥志鮮明 近方上 我覺得可以更好 所以因為近方 和近跡 雖然用潘頓 但我選不到 反而六號馬美麗滿滿 上次我都說 贏面非常高 因為前一場是很陷速地跑近 排了二檔輕鬆地贏 輕鬆地贏 但是 他就 動日星和他穿不到 力氣死我 蘇小威其實很壞 但是天天德諾 完全不夠他跑 後面的宅馬完全不夠他跑 三班明顯超班 很輕鬆 但是他在這組裡 排了三檔 跟好位跑 就繼續爭Q 因為感覺上他還有評分優勢 反而七六馬有說有笑 雖然他近方很好 但是上場 66分 就完全不夠跑 仍然試探貨 輸給星冠王 但他仍然很輕鬆 他的馬仍然健康 但很慢時間 我唯一擔心 他就是健康 但他不夠分 沒有評分優勢 他前置 可以安餘在前面賺 但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純粹因為他平分沒有優勢 自力更生 我覺得有評分多於他 所以他也有評分 八號馬鐵三角 我也有想過放這隻馬 剛才我忘記了 我是要爆熱還是鐵三角 放第五選 我已經沒有記錯 要放這隻 因為他前一場跑過 1600米那場填燥 不差 再出跑場 1650米就輸了 沒辦法 走去試 但看到他前一場試襲 上場跑過前 試襲 很好走勢 跑出來 高霍黎地 很厲害 輕輕的力 一騎下去 挺小的 但他回來後 只能贏 凌風的低班馬 慢時間 因為這個原因 應該沒有放下 去頭五選 應該是第六選 狀態又盡 但66分沒有平均優勢 所以我覺得 邊線四中採腳 反而警區 我應該放下第三選 雖然排十當 陳家晞 但中逸禮剛剛那場 也跑到第二名 最主要的是 他們優後 最近的試襲 很好走勢 捉住 這負責麻煩 但之前贏的負責 是很輕鬆的 當然贏的對手不強 但告訴我 這隻馬的狀態 長期很健康 但這個評分不夠贏 最多只差三重採腳 十二馬 天人合一 用中逸禮 難一點掛 但這隻馬是很奇怪的 不知何時肯追上來 長期要拖腳 四中採腳 扔回票 65分 這些馬適合他跑的 原因是 他經常追得近 經常追得近 很準 不會輸得很遠 不會輸得遠 65分 減掉10磅 106磅 這組馬有權追入四中採腳 但邊線野 銀錘仔 減分落斑 超勁寶寶 上場終於贏馬 真的要用終於贏馬來講 但是上場馬是賺了萬寶速 對 他前一場應該贏 用終於贏 不知其他 但蘇士輝贏那一場 時間更慢 他是賺了一場 日輝王和包裝全城 而包裝全城 再出是不行的 所以我對這場馬是有點懷疑的 這場賽職 後面馬方面 健康在網 寶寶速 對手不強 有權欠四重採腳 美利之選還沒得 看完馬 安餘贏面極高 不多說了 腳方面 有很多幸福至上 四重採腳 爆熱也是四重採腳 三重採腳就是自力更生 又說又少 勁區 但有權欠Q 會為美利滿滿 我稍後會改回提示 傳給大家 再看連馬斯分場表 不停 直接說 看見蔡漢馬房 33場頭馬 他手馬方面非凡欠位置 美利少星欠位置 平凡歡星 最眼光 喜晉區也是位置馬 羅夫轉馬房 藍區王有權欠Win 躍進之己是位置馬 英雄學賣位置馬 美利在線 我覺得比大家開心 都是位置馬 晉馬風彩有權 美利滿滿不夠 就是安慾跑 高東來馬房 線路青鷹 我覺得要拖腳 因為他前置 電路10號 我想你也是拖腳 外擋 賈酒得力 可以贏 電路7號 最多是拖腳 桃花城可以贏 柏林坦哥 人強 但是害怕黏短 對手強 位置馬 天日合日四重採腳 時時滿意都是拖腳 有馬配合而來的 高督弟 女健威馬房 又是有馬配合而來的 自力更生 包裝智威 龍船快 這三隻馬好少少 自然輝王四重採腳 因為他好當 而本輝馬房出了四隻 我想一鋪到位 和一隻超級波波好少少 但最多都是四重採腳 審集成馬房 聶景水飛贏 幸福至上 我想我放回貼士 這隻馬要選擇 因為這隻馬是平均優勢的 方家伯馬房方面 精靈勇士是難的 1200米 天分高1000米 縮下去 我想未必能捱到吧 哲報 保賢得得 兩隻馬是有權爭贏的 但要爭 包熱 拖腳算數了 文革樑馬房出了兩隻 電子宇 我剛才解釋了為什麼 我會找他走投 這隻馬是有權爭的 安御是贏得的 五彭智馬房方面 無敵精靈 鄧球復活 納得嬌 都是邊線馬 要爭的三四重採腳 財財四重採腳 聖獄王者四重採腳 可可心得都是邊線馬 所謂閻馬房的手馬 我想最好是有講有笑 位置最多 賀閻馬房 我想最好是勁區 和幸運飛達 幸運飛達 幸運飛達是落班 希望跑五班 希望好一點 勁區是位置馬 冷門 希斯馬房方面 風流人物位置 賀閻財四重採腳 鐵三角四重採腳 近障大師三重採腳 因為他放出來 有權捱 捱到位置 雅典武士應該贏得 應該 但這個馬房真的很難猜 偉達馬房 那手馬 全部都低一點 梁化寬騰 和天火同仁 稍耗 四重採腳 用天爬馬房 那四隻 威妙星 邊線 和皮具大師 皮具大師 這隻馬 黎超星馬房 只出了一隻飛行棋 當衰 位置 冷一票 三四重採腳 丁冠浩馬房 沙昌金剛贏得 創建群 英是位置馬 葉昌馬房 那三件 一鋪成名 拖腳 喜中喜留意走勢 聲雲後騰 留意走勢 這隻馬是冷腳 加個眼袖明顯幫了很多 看看會不會 這場馬 突如其下去 跑到三四重採腳 因為這馬明顯進步了 賀良馬房 那三隻 我想包廠大將最好 鄭俊偉馬房 那兩隻 晉寬少爺是嚴長的 四重採腳 齊齊有福 對手強 但有拳爭Q 因為多快馬 適合他跑 高柏薩那兩隻 應該比較敏 隨意石馬房 那幾隻 我想最好是電信飛車 偉多幅四重採腳 胡椒君曹 四重採腳 這三隻馬好一點 就是四重採腳 苗里德馬房出的兩隻 同系 噴火龍和水箭龜 我覺得兩隻馬 都是能四重採 已經足夠了 是 ència 六重採腳